中央通讯社举办创新台湾新书发表会 包括总统马英九 经济部次长沈荣金 及文化部次长许秋皇等都引邀出席 马总统致辞时表示 因为深刻感受到台湾必须从加值创新的角度出发 就任第二年就提出创新强国的方针 也提到国际竞争力大师波特来台时强调 台湾要从效率驱动经济变成创新驱动 才有高利润和高竞争力 对张设出版的创新台湾这本书表达高度肯定 张设是一个通讯社 却能够收集这么许多能够激励创意的这些小故事 汇编成册 我相信一定可以使得许多人从当中得到灵感 得到鼓励 这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跟软实力 创新台湾共精选40则创新故事 涵盖美食 艺术 设计 创意等内容 像是传递原住民文化 创造潮流品牌的花生骚 荣登全球品牌的法兰茨 还有挥动双手就能在一幕前失忆的3D虚拟失忆间 张同学社社长范祥林表示 希望借由这些创新范例 鼓励更多人发想创意 今年我们以创新为主题 出版了创新台湾这本书 我们的着眼点就是创新已成为中华民国 当前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量 透过记者写报道这40个故事 可以看到这些梦想家如何透过动脑动手 将这些这个点子一一转化为产品 透过创新台湾这本书 各领域具代表性的创新故事 能激励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 进而提升竞争力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软实力 张神记者杨志彦 蔡玉田区林台北报道